2012年的7月14日 我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 开始了环球之旅 同时我将在经过的各个国家 寻找和我一样 生与1990年10月5日的年轻人 探访彼此的生活 交换双方的梦想 21岁的中国女孩 或许还在读大学 或者刚进入职场打拼 可是蒙古和我出生于同一天的巴森户 却已成为90后的妈妈 孩子的到来 她是否做好了准备 成为人母 给她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时光流转 转眼巴森户的儿子 已经一岁零七个月了 为了抚养孩子 小两口不得不两地分居 巴森户在达尔汉卖书 而她的丈夫 则在墓区休闲 听说我在寻找 1990年10月5日出生的人 这一天出生的马克思 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可以看出她的热情 以及对友情的饥渴 她13岁就被母亲抛弃 已经习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莫斯科大学的Masha 立即成为联合国的一员 她正在进行着目标明确的准备 秘密酒吧的马克西姆 则盼望着有个自己的店面 卡丘尚胳膊上的纹身 最简洁的回答就是去坐 张识他们的写照 一万三千公里穿越的酸甜苦辣 一言难尽 设置组合我的摩托车 差点车毁人亡 更惨痛的是 车祸发生地的移民局 竟一抹须有的罪名 将我拘留了整整九天 相比之下 沿途那些普通百姓的帮助 则让我终身难忘 人生是一本书 不旅行就只看到了一页 我想在赫尔辛基时 我看到了六一页 我见识并体验了 正宗的芬兰桑拿 与我同一个生日的 紫色女孩亨娜 一起跳进了冬天的冰湖里 在神秘的冰岛 我采访到了冬岛的总统 接着在冰岛大学校方的帮助下 和我同一天出生的黑尔玛 浮出了水面 她彻底颠覆了我之前脑海里 理工科学生稳弱的印象 当然在冰岛的血缘上浮奔 绝对冷 但是绝对刺激 爱上你爱的空气质量 排名全球第一 他们对环境如此之爱 和我同一个生日的Mega 能自制多种美食 对生活如此之爱 那些伤痕男人们帮我修车 对我和我的摩托车 如此之爱 比利时的马丁是个 同位是综合症的患者 即便没有挫败她的生活 她创作了两百多首歌曲 她的人生信条是为未来而战 马丁没有朋友 更没有女朋友 但是她仍然笑着面对 对未来充满期待 近两年的奔波忙碌 十个国家的穿梭寻找 十七个同一天出生的年轻人 汇聚在这里 我们的青座都是天秤座 但是性格不同 谁是刻意 梦想有别 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 又像大千时间一样 变化莫测 这个春节 请关注十四季大型电视纪录片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